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forex with ks ks看外汇 今天是4月20号 今天是星期三 第一次我做华语视频 我很久已经想做华语视频 一直没有抽到那个空 来做这个华语视频 第一次做 希望大家支持支持 点阅点赞分享留言 记得按那个小铃铛 每一次我做这个视频 你可以收到那个讯息 我的这个twitter是forex with ks 和我的youtube也是 forex with ks 然后不要忘记 forex with ks 看一看免得生命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 或顾问 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景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 新闻 今天星期三有CPI number CPI number 是这个消费者 价格指数 家园 这个加拿大的加拿大 加拿大加园 有有好处 明天有CPI 这个纽西兰啊 ok 有这个CPI啊 也是这个啊消费者价格指数啦 so这两个你要小心看看啊 如果这两个起的高了哦 可能这个啊啊 家园哦跟这个啊 新西兰元啊哦 可能会对他有影响哦 还有这个明天美国也有这个啊 这个啊 啊 home sales啊 美国的这个啊 物质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啊 零售零售零售报告啦 如果零售报告是好的话呢 这个也对美金可能会好了 星期五就很多这个银行 很多银行的总裁 讲话啦 出来讲话 so要小心一点哦 把最 我们看这两天先哦 星期四跟星期 啊星期三跟星期四先哦 星期五 很多这个银行总裁讲话 和这个PMI number PMI number 暂时没有这样重要啦 哈 这个是这个Purchasing Manager哦 这个是这个啊什么啊 采购经理的指数啦 这个对现在是没有这样重要啦 OK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 啊 看看这个外汇哦 啊 OK 首先啊 我们看一看 啊 OK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啊 货币指数先啊 我们看一看指数先 看一下 USD 看一下 DXY 看一下 这个 欧元 啊 看一下 银帮 看一下 法郎 啊 这个 法郎 和这个 啊 日本燕哦 日本燕哦 看上他们自己的表现啊 我们日盐啊 我们看了他自己的表现先 我们才看这个 哦 他跟其他的这个啊 啊 货币相比啊 相比哦 和这个看这个Pay了啊 不好意思啊 我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我的华文 不是太好了啊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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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解释一下 啊 首先我们要看DXY哦 DXY就是这个啊 啊 美元指数先啊 我们看了指数先 所以我们要给 要给一个 啊 概念哦 给一个 给自己一个概念哦 哪一个 啊 货币啊 哪一个currency 比较强了哦 所以你 我们要买强的currency 卖 ROD的 卖出那个ROD的 那个啊 货币 买买比较强的货币哦 好像 EUR USD 我们知道 啊 美金跟啊 啊 欧元哦 我们知道美金比较强 所以我们要买美金哦 卖那个欧元哦 OK 所以我们看一看DXY哦 DXY呢 它的指数啊 我们看这个图啦 of course 它的上升啊 它的上升这个啊 啊 走势啊 OK 还是在上升趋势哦 so它呢 因为我们这样子看下去呢 这个现在这个啊 这个美金是强了哦 它在这个uptrend哦 so它在uptrend 它在uptrend的channel通道啊 so这个是强 所以我mark了红色的哦 这个 美美 这个美金指数是强了哦 还有我们看看 啊 欧元哦 欧元它在 它是在下跌 其实它就在 它是在下跌通道哦 so这个呢 我们mark了 OK 这个是ROD啊 EUR是ROD 我没有ROD 是我没有mark了啊 我们有mark红色 就是它比较强哦 OK 银棒 OK 银棒也是在下跌 下跌趋势啊 它在这个下跌通道 OK 它也跌破了下跌通道 它一层一层的跌下去 所以这个它也是弱 哦 这个啊 sies frank 类似法郎哦 法郎也是很ROD啊 它在这个下跌趋势 然后它一直在跌 so这个是ROD哦 so如果你要 你要 你要买这个currency pair哦 每一 哪一个 啊 美金对法郎哦 你就要买美金了啦 因为你是 我们知道美金是强 这个法郎是ROD了啊 几时买 我们等下看图啊 几时可以买 等下我们看图 OK 这个日本 OK 日元 Yen Yen就超级ROD啊 一直在跌了啊 So Yen也是很ROD 这个Canadian dollar 加元 加元在横盘 哦 加元是neutral啦 neutral 横盘啊 neutral 啊 不强不ROD啦 不强不ROD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 澳元哦 澳元呢 暂时还是算它是强 因为它在这个上升通道啊 他没有跌破这个上升通道 我们还是算它是强 这个 新西兰元 这个NZ dollar 新西兰元 NZD NZD呢 它就跌破了 它就上升通道 暂时 它是弱了 然后我们算它是弱 哦 因为它跌破了 OK 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 EURUSD EURUSD啊 这个欧元对美元啊 欧元对美元呢 哦 它是在下跌趋势啊 OK 它是在下跌趋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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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记得哦 我们买 通常我们买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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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 我看这个趋势啊 买这个货币啊 哦 我们要看它的走势 哦 它的趋势 哦 所以你看趋势啊 我们看这个趋势啊 现在它是在下跌趋势啊 你要懂第一个样东西 你一定要懂趋势啊 OK 我们通常要跟着趋势来买哦 不是要反 调转来买哦 趋势是下 我们要买上 趋势是上 我们要买下 通常我们不做这样子的 啊 不做这样子的投资了啊 这样子投资是蛮危险的哦 所以现在你自己要 一定要会看哦 这个是下跌趋势哦 为什么下跌趋势 更低的高 哦 更低的低 哦 所以这个是下跌趋势哦 下跌趋势 我们要卖 我们要卖哦 还有我们也有mark了这边哦 记得哦 我们也mark了 我们mark dxy啊 就是美金是强 哦 这个欧元哦 这个euroslog了哦 所以我们要买美金 卖这个欧元哦 现在 现在是不是买的 要要要要 要卖的时候哦 哦 要不要sell这个eurosd eurosd哦 要不要卖 sell哦 现在呢 最好是不要了哦 OK 因为那个价钱已经跑 直直掉 掉下来很久了了啊 他没有什么大的 没有大的回调哦 最好等回调先 当一个价钱充了蛮久哦 你要你最好等回调 你不等回调了哦 因为他差不多 要回调 差不多要回调 通常他跑了 蛮远了啊 他也差不多要回调哦 所以 最好等回调先啊 不要 追高啦 追追高或者追追低啦 那个价钱已经跑了很远了 你还要去追他了 还要去追他了 所以 大部分的人都是去追高 追低哦 亏钱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买 啊 countertrend countertrend 逆市 啊 逆市啊 逆市啊 就是 现在是下跌趋势 你要下跌趋势 你要买 你要跟他调转来 你要卖啊 你要买哦 你要买哦 不是卖 下跌趋势 现在这个下跌趋势中间最好是卖哦 因为他的趋势跟我们讲哦 他大部分时间他会跌 比较少的时间他会上 因为他在下跌趋势哦 所以如果你要调转来 跟他相相对的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 结果是不好的啊 都是 啊 不好的结果出来了啊 所以这个呢 哦 最好呢 很多人会讲哦 这个价钱已经到这边 可能要反弹了哦 所以我要买 买进 本你要知道现在 现在他是要下跌趋势哦 下跌趋势你要买进 所以你的机会呢 是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可以啊 获利的机会是蛮少的哦 他的机会 不多 哦 因为 通常在一个下跌趋势呢 那个 下钱呢 70%的时候呢 啊 是在下跌 30%是在上升 哦 所以你要只是买 你要你买进去呢哦 你的那个比率呢 就是好像7比3这样的啊 你的机会赢的机会是3 哦 你输的机会是7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哦 啊 这样子的 投资了啊 所以这个呢 是我呢哦 EURUSD呢 我会等他回调先哦 回调到这几个水平哦 啊 1.08796 1.09713 或者1.10483哦 来到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的这个哦 我们的这个啊 战略了哦 给我们一个 signal 哦 给我们一个signal 哦 讯号 哦 卖 卖的讯号 在这边 1.08 1.09 或者1.10 哦 给我们那个卖的 卖的讯号 OK 我们就有可以 来到这些 哦 啊 啊 主力线哦 就可以试一试 哦 卖了哦 OK so 这个就是啊 EURUSD 欧 欧元 跟美元哦 我们看看英镑跟美元哦 PoundUSD哦 PoundUSD还是下跌趋势哦 你看啊 哦 这样子 一直在下跌哦 下跌趋势说 我们还是要 跟着趋势来卖哦 OK 我们要卖 所以现在是要不要卖的 是不是卖的时间呢哦 你看一看这个图哦 现在不是不是 一个很好的 时间去卖了 为什么呢哦 他一到 支撑 你看啊 一次两次 他都不能突破了啊 所以这次你看他又创第三次 他也不能突破 他不能突破 他又回调了 OK 所以我们要 知道他回调 阻力在哪里哦 阻力在这边 哦 1.308 1.317 跟1.328哦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 他来到这些阻力 OK 弹下去 来到这些阻力 弹下去 来到这些阻力 弹下去 就是我们要 卖的地方了哦 我们要卖的地方 所以机会 给他弹下来是比较高哦 所以这个链 我们会 我会等他 调整 OK 调整下来 这三个地方 OK 做了一个下跌的讯号 OK 下跌的讯号 我们就会 开一个卖了 卖 就卖这个 BP跟USD 这个银帮 跟美金 看上 美金跟 JPY JPY是元哦 记得这个线哦 蓝色哦 是 每一天 是一天的主力哦 一天的主力 就是 我看这个每天的图 或者主力 或者支撑 这个啊 橙色呢 就是一个星期的图的 啊 主力跟支撑哦 OK 现在这个呢 啊 美金 美金跟日元哦 对比日元哦 USD JPY哦 是已经冲到蛮高了啦 这个也是不要追了啦 追高了 等他调 等他调整先哦 他应该会调整下来 在这边有支撑 125 123 或者122啦 等他调整下来先 哦 他有反弹模式哦 有反弹的模式 我们才 啊 才买了哦 等机会 这个要等机会买哦 澳元 澳元跟啊 美金哦 所以澳元呢 澳元记得澳元跟美金都是强了 我们这边已经mark了了 两个是红 澳元跟美金还是 强了哦 哦 so这个呢 现在呢 啊 还是在上升趋势啊 暂时算他是 我们算他是上升趋势啊 啊 这个呢 现在在这边有一点反弹啊 这边要不要买呢 我觉得暂时我还不会买啦 因为他没有做出一个 啊 很好的这个 模式给我买了 因为我是看price section的啊 我是看price section price section他没有做出来 如果你的 你的战略哦 你的战略或者你 你看图的这个 啊 模式啊跟你讲了 有这个有机会 有反弹模式 可能你可以试试啊 可能可以试试 啊 从这边 他的目标在这边哦 他的目标在这边 0.74758 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可能就在这边 如果你要买的话 第二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 0.75444啊 ok but啊看第一个目标先啊 如果你要买第一个目标 0.74758了 我自己呢 我本身呢 我就 觉得这个 呃 不是不可以可以啦 but他没有做出我要的模式啊 我有我自己的模式哦 你要看 哦 你要看你自己的 啊 的战略啦 我的模式呢 我通常呢 如果要买反弹呢 哦 要买反弹呢 我要等pin bar的哦 就是这种啊 这种pin bar 这种这种pin bar哦 我要等pin bar 通常我才会买进啊 这样这种pin bar 这样这种pin bar哦 长尾巴的哦 所以他没有做出长尾巴 他也没有做出Bullish engulfing哦 他也没有做出点高拼 就是这根蜡烛 遮掉这个蜡烛哦 所以两个都没有做出来 对我来讲呢 啊 我不是太有 啊 兴趣啊 不太有兴趣买这个啦 如果你的战略 跟你讲 哎 这个是有一个signal 有个信号 买的信号 这个也许有机会 哦 从这边 从这个信号 到这个0.74758 哦 这个也许有机会 哦 ok NCUSD USD 新西兰元 对美金哦 这个 啊 其实也许也许已经改了啦 这个是这边呢 我mark了这个啊 比较粗的这个线啊 哦 这个就是 应 应该是你们叫做变盘啦 他在他在这条线上面 我们是买 他在这条线下面 我们是卖了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叫变盘点了 应该是哦 0.68 0.79 哦 所以他在这个0.68 0.79 下面呢 我们要等机会卖 哦 如果他来到这边 他再给他推下来 哦 一个下跌趋势 啊 一个下跌的信号 我们就要在这边卖哦 如果他突破回来上面 我们就要买 哦 就这个要暂时要等一等哦 ok 美金跟家园 美金跟家园 是横盘哦 他一直在这边横盘 所以这个我没有兴趣买 这个 如果我要交易这个呢 他必须在这个横盘的顶 反弹下来 我会卖 或者这个 这个横盘的底 哦 反弹上去 我会买 哦 通常横盘 我们会买他 卖他的顶 买他的底哦 所以这个 这个整机会 这个 啊 美金跟法郎 法郎 美金跟法郎一直在 已经充了蛮高了啦 这个是上升趋势啊 所以他已经充上去蛮高了 这个要等他回调先 等他回调 来这边 0.94551 或者0.936 610 我等他回调下来 啊 有反弹模式 有反弹的这个模式 我们就可以 有可能就有机会买 买进啊 ok 跟在其他的 欧元 呃 欧元对澳元啊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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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元是强 欧元是弱 所以我们要卖的啊 ok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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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加元,加元就不强不弱 不强不弱,他相比 对这个欧元来比欧元是弱 他也是赢啦,他也是赢 所以现在价钱一直在跌 所以我们要等他回调先 因为价钱已经跑到蛮远了 这边又有压力,又有支撑 所以我们不要卖 我们要等他回调先 等他回调,回调来这边 1.369 63 1.37880 1.38811 等他回调下来 上来这边,然后有下跌趋势 下跌波士 我们才去卖 EUROS,这个欧元 欧元跟法郎也是一样 等他回调 法郎也是蛮弱 刚才我们看了法郎也是蛮弱 所以这个勒 因为他的趋势是下跌趋势 我们不会调转趋势来交易 所以这个是 私下跌趋势 我们暂时也会卖了 等他来到可能这边 1.033 才已经跌破了1.02400 或者下一个支撑 下一个处力 1.03312 有下跌的模式 OK我们可以私下卖 在这边 EURJPY OK,EUR最弱 现在最弱是日圆 日圆是最弱的 所以现在这个还在继续上 OK,现在啊 这个也是上了蛮远了 最好等他有一个调整先 有一个调整才买 137或者134左右 他有一个上升模式 他做了上升模式 可以试试 EURPON 这个欧元 欧元跟英镑 欧元跟英镑 英镑好像强一点 不过他也是差不多在这个 虽然他是下跌趋势 他也开始做了一个 好像开始做横盘了 这个也不是太好玩了 如果你要试 如果你要试下交易这个 最好是卖了 最好是卖了 他调整上来这边 0.83 698 或者再高 或者再高一点 0.84155 可以试试下卖了 PON PON GPY 日圆 日圆是最弱的 所以现在也是充就上去 所以这个也是等调整先 因为 价钱已经充满远了 不要追高了 等他跌下来 等他跌下来 164 162 或者160 左右 他有反弹模式 可以试试这个 英镑跟 法郎 英镑法郎 法郎 就真的超级弱 所以这个英镑已经充上来了 这个 我们等 等他来这边 1.23 503 有这个反弹模式 等他调整下来 有这个反弹模式 可以试试 因为这个做了一个双底 做了一个双底 哦 所以他会通常会调整一点 然后再充上去 哦 这个整这个机会 呃 奥 奥 奥元跟 日圆 AUD JPY AUD 是强 记得JPY是弱 所以他还是充着上去 所以这个也是 等他 啊 等他回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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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回调下来先 OK 回调下来这边 呃 92 92 或者88 94 也有可能 94 你要看哦 可能94这边版团也有可能 OK 我们看 欧元跟 啊 加元 啊 sorry 澳元跟加元 AUD OK AUD CAT 啊 AUD 还是蛮强的啊 因为AUD 我们是mark了 它是强 所以CAT 是 啊 不上不下了啊 还ok了 所以这个呢 看来有机会 现在他在这边反弹哦 如果他如果他有做到一个 在你的啊 你的交易方法啦 你的交易模式 他做了一个反弹模式 这个也许可以试试啊 AUD CAT 看看AUD CAT 可以试试哦 他应该有机会回来这边啊 等下等下等下 看一看 他的押力在这边啊 第一个 第一个目标是0.9374啊 ok 0.9374 第二个目标也是在这边啊 0.94 9456億 这边可能有机会 买进第二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啊 可以看看金啊 AXAU USD AXAU 我们看到这个PIN吧 一个长美吧在上面 这个应该要还要调下来 啊 这个要等买等机会了啊 要买进机会 在这边左右啊 1876或者1911了啊 这两个地方啊 等他调下来先 才买 油啊 油呢还ok 还在继续上啊 这个啊 ok 如果你还 如果你要想买这个呢 等他做一个调整下来先 调整 调整 来这边 98或者95左右了啊 反弹 ok 可以试下这个 哦 为什么我们要买 记住哦 我们要跟趋势跑哦 这个是个上升趋势哦 看看指数哦 这个SPI 这个是澳洲的指数哦 所以这个呢 嗯 看来做做做了一个双底 这个还继续还会继续上啊 这个呢 如果你在这边买了呢 你的目标已经到了 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也差不多到了 如果你还没有买进 你想买进呢 这个要要等他调整 调下来先啊 等他调整下来 7553或者7481 7481 然后这些地方买 才买进了啊 现在你走进去 现在你调进去是最高了 算是最高 dex啊 德国的dex 德国的dex呢 看来他应该还要调下去 所以我们要等他 等机会卖 等机会卖啊 因为他在下跌趋势 so等他回调一点先 回调一点 144.17 144.17这边 先做一个下跌的下跌的模式 或者高一点哦 148.99做一个下跌的模式 我们要卖啊 哦 nextech 那斯达尔 那斯达尔我们也是要卖啊 暂时继续卖了 因为他在下跌下跌的模式 啊 下跌趋势 sorry啊 so这边呢开始他在这边震荡啊 so这边呢比较小心 暂时哦 我是不会 做任何的这个买卖交易 或者我等他突破了这个震荡 这个震荡 然后这个横盘这边 等他突破了 Either 然后他 他他他他 他突破上面 然后我会等他 啊 做一个下跌模式 我会卖或者他 突破这边 我突破这边 回去 重视 再下跌 可能我会试啊 怎么暂时这个要小心啊 s&p也是啊 他在这边啊 在那边整当啊 暂时这个要小心啊 等他等他离开这一个 这个调整啊 这个整当的这个啊 阶段先啊 这个 dow jones dow jones那天呢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下跌蜡 这个pin bar 这个应该 本来是有机会下跌 但是 你知道easter holiday holiday时间啊 那 假期时间呢 尤其是在美国大的 假期 christmas easter 这些哦 他们的 这个图的走势啊 是很 怎么样 讲啊 很慌张的 你要很小心玩的 这些时间呢 通常我是没有什么会玩的 christmas 那个星期啊 easter 这些时间呢 靠近 有很多大日子啊 美国 选总统的那个星期 美国 christmas 那个星期 这些大的holiday 那星期呢 通常我是没有什么会玩的 因为你看啊 他的走势是 很难很难抓摸 为什么很难抓摸 因为很多银行那些是没有没有开的 银行那些没有开 很多这些啊 散户去玩 玩到他的那个走势啊 是很乱的 会很乱的 所以这个也是哦 现在他弹回上来 这个也是我们要卖的啊 因为你看啊 这个是low low high low high 下跌趋势来的啊 low low 这个呢 等他一个 下跌模式在这边 一个下跌模式在34867 做一个下跌的模式 我们也是继续要卖要卖了啊 ok so今天啊 so今天是第一次了啊 今天第一次做这个华语视频哦 so讲的不大好啊 啊 不好意思哦 我会慢慢慢慢的 希望慢慢慢慢的 我们能更进一步了啊 最重要啊 我们要研究那个图 啊 我们要看那个内容了啊 华语讲的一点不好 抱歉啊 最重要的 跟内容丰富了 如果那内容不好哦 如果哪里做的不好 请留言留言 大家多多指教哦 ok 我们明天可能我不会讲哦 因为明天今天讲的东西跟明天 不会太有差别了 或者各一天啊 每天各一天啊 啊 星期三哦 啊 啊 各一天我们再会讲了啊 一一再会讲这个啊 啊 啊 外汇啦 华语本 华语版啊 华语版啊 so啊 华语版也许我看一看啊 每个星期 啊 星期二跟星期四啊 星期二跟星期四啊 我会做一个华语版 今天星期三 比较特别了啊 或者每天啊 啊 每个星期星期二跟星期四 我会做一个华语版的这个 啊 看KS看外汇哦 啊 ok 希望大家支持支持 分享分享留言留言哦 ok 啊我们 星期四啊 我们可能明天 看到明天怎么样啊 明天如果明天没有太多setup 可能星期五啦 各一天啊 各一天 星期五我会再做多一个视频哦 ok 啊 啊 啊 小心 Covid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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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